连日来,新冠疫情肥炎牵动着无数人的心,中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争分多秒地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。 在这个特殊时期,山东文艺工作者们积极行动起来,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加入到宣传疫情防控队伍中来,贡献自己的力量,共同为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者加油。 3月5日,记者在济南永顺葫芦娜画传承人李玉洋的工作室内看到,一个个精美的葫芦娜画作品摆放在工作室的每个角落。 年纪60岁的李玉洋,正手拿电烙笔,仔细地创作着她的抗疫新作品。 李玉洋说,疫情期间她创作了很多抗疫元素的作品,而这些作品的灵感大多来源于正在支援湖北的儿媳妇李玉珍。 李玉珍是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呼吸内科的一名护士,在疫情爆发后,她第一时间报名支援湖北,大年初一便赶往湖北黄岗。 李玉洋说,孩子还是报了名,既然报名了,我们必须要支持。 后来通过视频了解到前方的情况,别的不能做,只能在后方为孩子为祖国加油。 带到山花浪漫时,她在从中笑的题字,比出细腻,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象,中南山院士和背后千千万万戴口罩的医护工作者, 以及急诊室中围在病人身边的医生护士们,这些都是李玉洋葫芦落花中刻画的场景。 李玉洋说,她的这些抗疫作品,都是根据儿媳妇描述的场景在加以创作,以表达对一线工作者的牵挂与敬仰。 作品的素材就是来源于晚上有时给来视频的时候,说说她具体情况,我根据她这个情况的时候,加了一些思路。 这个作品叫《天使》,上头有中南山院士,后头是依她为中心白衣天使,下头是正在抢救患者的白衣护士。 后面是带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从中笑,也就是表达了对白衣天使的敬仰。 一根电笔,一个葫芦,一把剪刀,一张红纸。 在抗疫期间,山东文艺工作者们都用自己的方式,记录身边战役人的故事,助力抗疫。 济南简纸记忆传承人刘贵湘便是其中一位。 刘贵湘介绍说,在抗疫期间,她创作了十几个主题的近60幅作品,这些作品全部取材于自己的所见所闻,及生活日常。 我现在创作了这首作品,节目叫《渴望》。 有一次我出去买菜,看了个小女孩,跟着她妈妈后边。 她问妈妈,什么时候疫情结束? 她妈说快了。 然后小女孩就蹦,加蹦,加跳的。 我可以,这下口罩可以上学了。 然后就是说盼望疫情以后,走日结束。 这幅作品呢,我依自己的想象吧,然后给她弄了一个假衫,然后弄了一幅梅花,牡丹,一小女儿。 期待着这个疫情在吞南花开的时候,走日结束。 每当刘贵湘把监制作品发到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里时,总能收获很多点赞和祝福。 刘贵湘说,她还会继续剪下去,也会把她的作品送给身边的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和亲友,温暖他们,鼓励他们,也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付出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